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了这三种不同耳料的形状以后 那么你才能够开出一款非常合适的狐库的老三样 好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狐库里面是鲤鱼横行 横行鲤鱼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一款主钓鲤鱼的这块耳料 一杯 两杯 这一台钓鲤鱼的这块耳料 它是以鲤鱼为主 我们给了两杯 然后我们还会给一杯这种918的计算 最后我们可能还要给一包 给一杯918或者速工 那么我们计划用四杯耳料开这款耳料 那现在是两杯螺里 我们加四杯的水 一杯 两杯 三杯 四杯 我们把这款螺里 浸泡十分钟左右 我们再来对其他两两进行调配 好 这个 两杯的螺里 四杯的水 经过浸泡以后 已经充分的洗水了 大家看一看 已经很有弹性了 没有硬的那种颗粒状 都很有弹性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进行下雨 刚才已经告诉大家 这款配方 是我们在湖库里面 主要钓进鱼的一个配方 那现在的这个主工耳料 螺里已经泡好了 我们加了四杯水 那现在的话 我们再来把激素耳料拿出来 那这有很多种大野干的产品 有野干的新版 有野干的新香版 有无墨香甜的 这种最经典的经典版的野干版 那你怎么选择呢 在冬天和春天 我建议选择新版 那作为它的一个调点 基础 如果在夏天或者秋天 我建议用这个两个 用这两个 那我现在选择一款 经典版的野干 那么我们加多少 加一杯 加四分之一杯 好 我们把它终于的撒下去 然后把它快速的搅拌 终于 然后静置两到三分钟 使这个加进去的大野干 能够充分的吸水 好 现在完了以后 我们再加最后的一包 再加最后的一包 用918金版 918来收水 调整它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也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素工 很多人喜欢用这种素工 也有很多人喜欢金版918 怎么选择呢 如果你在水深的地方 我建议你用大比重的 金版918 它的复合性更好 它的死耳料 在下落的水深 能够持久更长 而这个的话 如果你在掉个两三米的水深 或者这个水里面 有粘子 有草域 我建议你用这款素工 那我今天来决定 用这个金版918来收水 所以我们加 一杯 我们中文的扫子表面 现在这个盆子里面 总共有四杯耳料 四杯水 我们再来把它搅拌中文 就OK了 这就是一款弧布钓 以鲤鱼为主的一款 综合型的一个耳料 长盛不衰 在中国销售了20多年 经典的弧布 主钓鲤鱼的老三样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不是男的 所以这是一款 特别适合钓弧布的 一款鲤鱼的老三样 钓鲤鱼的老三样 那么如果你要是 在这个弧布里面 现在发的鱼是什么呢 是发的是草鱼 那你就马上可以变化一下 一杯的裸鱼 一杯的裸鱼 加上四杯的水 泡十分钟泡软以后 再加上两杯的九一把 大野炭 再加上速攻 或者是金板九一把 来收水 这就变成了一个 在弧布里面 钓草鱼的 煮钓草鱼的 一个经典老三样 那如果要是 这个里面发鲤鱼 大阪的鲤鱼 那也非常简单 你用一杯的裸鱼 加上四杯的水 再加上一杯的大野炭 再加上两杯的 金板九一把 或者是速攻 最后来收水 它就变成了一款 主钓 湖库里面 大体型鲤鱼的 或者是扁鱼的 这么一个配方 配方多变 明活运入 钓屋定法 适者为家 这就是我经常告诉大家的 所以说 大家不要被 正确的老三样 所误导 这才是真正的 湖库里面 钓大体型鱼类的 一个老三样 它不仅可以钓到大鱼 而且还可以排斥小杂鱼 如果说 你能够熟练的运用它 你将会无望而不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